高美琴真的是回复中华民国国籍 或是规划中华民国国籍 因为规划取得 它其实是不符合资格的 它是不能选的 它是不能选的 它的这个资格可能被撤销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选会 并没有做这样子的回复 它说六位政府总统候选人 都是OK的 都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大受责是吴欣云 因为本来大家在争议的是 柯文哲的副手 他可能被取消资格 OK 那上美琴的事情再跑出来 中选会就大家都没问题 那就代表什么 这件事情我想严肃的 跟各位观众朋友 其实我很少参加政论节目 我是有一点觉得说 选举快要到了 我并不觉得说你一定要投谁 可是我希望老百姓要了解 台湾的民主政治是非常多人 牺牲他们的人生 青春 坐牢而还来的 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那现在我们的民主呢 它出现一个情况 第一个一党独大 第二中选会根本不是独立机关 所以当它不是一个独立机关 它当然会袒护任何事情 所以即使肖美琴是正确的 肖美琴的说法是正确的 你也没办法相信它 因为中选会给它的所有的 赞议 所以对它的赞同本身 它都很可能是 大家会认为说它欠缺公信力 所以我的开玩笑就说 这肖美琴事情出来 不是肖美琴丧失进行资格 是吴欣盈跟柯文哲就安了 就没办法 大家都通通过关 所以这个结果是很简单的 因为我们不是法治国家 我们没有法律可言 因为我们是一个一党独大 然后执政党 什么事情说了就算的一个国家 那我特别提到说 我们是经过很多人的努力 很多人的牺牲 对很多年轻人来讲 非常无聊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施密德现在住在加护病房 他在牺牲 他的生命在垂危当中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人生 25年在牢里头 他后来出来 他现在他的小孩子 都登上飞机再回来 然后希望帮爸爸 做最后的加油 他从来没有对外说 也不允许我对外说 事实上他已经住院了 十多天 然后到现在终于越来越恶化 他的人生 如果在这一刻 他可以醒过来 我们所有的人祝福他 如果他有什么样的一个 任何不幸的一个结果 他会甘愿他牺牲25年 台湾的政治成果 民主成果 是这样吗 你们这些选民 首张的那张票 你对得起他吗 他是在日本出生 1971年出生的 所以他的国际问题 现在变成在野党 可能究责 或追踪的一个目标 那刚刚我们看到 萧美琴本人以及民进党党中央 其实都有回复说 没有这个问题 其实中选会 今天这个态度 我们完全预料中 就是说大家都都有 都有国籍 不要吵了 不要吵了 其实这本来 就可以预料得到 就是你不太可能 在选前的时候 你会突然之间中选会说 哎呀 这个真的是有问题 然后哇 他资格没了 然后赖清德选不下去 你不太可能相信 中选会会做出这样子的决定 所以这件事 你选前一定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现在真正的问题 刚刚萧美琴讲的这个话 其实我也就我不是要去质疑 而是说我觉得把话说清楚的话呢 那就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中华民国国籍 但他从出生之后就有中华民国国籍吗 这才是所有根本的问题之所在 就是他在出生了之后 他父亲有立刻 或者是在他未成年的时候 就帮他办好了中华民国国籍吗 那会有这个争议 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挑剔 而是因为他确实在2000年之后 陈水扁当选之后 他就回来台湾 然后担任顾问 那时候其实大家 他不是他1996年就回台湾 对我是说那个陈水扁当选了之后 他担任总统府顾问 那因为中央党部带过 那你在中央党部 你有没有国籍等等这些问题 并不会形成争议 是你成为了总统府顾问之后 大家才会去争议说 那是一个美国人 因为他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美国护照 那大家就要问说 那你只有美国籍的话 那会不会有效忠的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问 萧美琴为什么你只有美国护照 那你为什么不放弃美国籍 才会出现他那时候 不断的接受访问说 我不能放弃美国籍 因为如果我放弃 我就变成无国籍人士 所以才会让大家今天来问说 说你如果是双重国籍 你放弃了美国籍 你还是有中华民国国籍 那你必须是没有中华民国国籍 那你才有放弃之后 变成无国籍这件事情 过去这里有一种解释 就是说他无户籍 就是说台湾是属人主义 说血统就已经决定 他有国籍了这样 他爸爸是中华民国国籍 我们的法律是规定说 你未成年的时候由父母亲申请 OK 然后成年之后 你可以自己申请 所以你不是父亲是中华民国 你就自动 你拥有这个资格 但是你要申请 OK还是要申请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